大悲神水治愈妻女恶极的两件真实案例 1944年国历五月中旬 幼女爱分 忽决妥婚就寝 世晚浑身发热 直到次日不退 那人胶着万分 因念一家生活上难为耻 医药等费从何所出 有不忍做事 四肢再三心如刀割 鱼已饿碗 祭司观世音菩萨 于苦恼死恶 能为做医护 当前程求之 乃于夜深人静之时 至成礼拜 贵宋大悲神咒七遍 祈求大悲水 比心中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虚空中圣莲花内放自金光 手持阳之净水 注入于双手所捧的玻璃杯内 令杯中之水由法力固变成甘露 随令幼女前程隐之 口中颂念圣号不错 事业即得汗出热退 身心舒适 病乃健愈 月数日 内人因忧劳过度 疲惫异常 浑身发热 数日不退 类似伤寒症 与身心观心菩萨 寻生救苦 留求必应 仍如前法 贵宋神咒 祈求大悲水 内人引后 以当夜透汗如雨 热退并减 但胃口不开 此晚 在至成念诵 求大悲水引之 记得健康如常 近来历经苦难 如孤舟在洪流巨浪中 真令人恍惧 在家妻女重病 若非菩萨广大慈悲 事与救济 比妻女危险重病 不要而遇 更令于苦不堪言 今成重重垂就 真可谓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寻生救苦 有求必应 普愿世人 尽信之 作者宋树堂 本文由 慧悦师兄推荐 随喜功德